你还真像我儿时的一位朋友啊 说他还活着 一定同你一样潇洒自在 坐下哪儿过 这羊肉似是蛮果的 蛮果 一顶之儿 你去过蛮果 北蛮吗 去过蛮果的 我之前有幸参加过他们的计程会 这羊腿足足烤了六个时辰 叶鼎之 你不单单只是去过 而是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间吧 这羊腿的火候 步骤 可不是去过的人 能够烤出来的味道 是 在我心中游历一个地方 并不是走马观花地看 而是要真正地融入到那里生活 没有几年的一起生活 怎能算是真正的游历 叶鼎之 没想到你年纪同我差不多 经历到如此丰富 我最北去过北蛮 最南去过南厥 西面游历过大小佛国 东边也曾扬帆出海 这世间之大 我只怕去得不够多 去得不够远 你还真像我儿时的一位朋友啊 说他还活着 一定同你一样潇洒自在 所以柳岳公子 什么时候能给我个答复 关于方才这酒 相信在座的诸位 心里都应该有了答案 胜出者就是 百里东军 他那酒的酿法 不过是寻常米酒罢了 我的可是 你们学堂 偏袒寻思 你的酒的确是好酒 口感醇厚 那是为何 可这酒 即使是再厉害的酿酒师 也需要半年 才可以酿出这味道 可你却用了短短六个时辰 就酿出了这味道 好 凌肃 查查他 你哪样 你可想去是 两个人 终于转一口 你不想去 艺船是否 engineer 你死去 我预讨牌 我们就自己去 名字里带个信字 却做出如此卑劣之事 赶出去 来人啊